您特别向着儿子 就坐儿子旁边 他毕竟是我儿子 反正我向着这个 我就向着我爱人 向着我这家 让他给我儿子就毁了 明白那意思吗 现在我 我的心情也不好 所以他自个儿就说 我失岁吧 就是这样 我没有辙 他自己 他老说 把那间金市房买了 这不是咱们也有地儿住吗 他就是抱着这种希望 那我就问您啊 您刚才说的这个 特别代表了很多爸爸 很多父亲的心理 总是想给自己的孩子 能够给填窟窿去 但问题是 你们给孩子填了窟窿 你们老两口自己怎么办 自己 想过这问题吗 忍着也就是 您希望儿子 能有一天感恩回报你 对对对 我就这意思 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您爱人和您意见 非常非常不一致 对吗 他其实是不太想帮儿子的 而您的想法是 能帮我就全帮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我现在 我爱人他 我就跟他说 就这回 我就不应该帮他 不帮 不管 明白吗 他是这么说的吗 他还怎么着 明白意思吗 您听他往下说 他还怎么着怎么着 明白意思吗 我现在我就问问 我就说 哪个是律师 我就问问 就说那意思 就说 咱们国家的房子这一块 是吧 有没有就说 这儿子拿事惹了 他还不上了 都不找他儿子 这不找我们 您觉得应该 这我就不帮他了 您觉得应该找您吗 儿子欠债了 您觉得应该找您吗 估计我估计得找 应该找您觉得 女一公一三吧 就说吧 这儿子死了 有孙子 孙子死了 子子孙孙 这你跑不了 您觉得 负债子还 子债也应该付还 对 他已经成年了 他自己 他自己 因为在社会立足了 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他应该自己的事 自己承担了 就您爱人觉得不应该 他的事就是他的事 那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表一下 那就不 那就不还了 不管他了 就完了 放弃 我今天过来 我就找这个平台 这可能岁数是 都比我大 比我小 这我今天 他都叫哥哥吧 就说那意思吧 您那叫大叔了 是吧 就说那意思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 五十七 五十七啊 五十七 您看我比您大多少 看看您眼里 您那六十五岁了吧 刘老师 您愿意公布一下吧 我跟您同龄 我的儿子跟您的儿子同龄 是吗 我也属狗的 我八月份生人 哪个 哪个是您的 现在聊两口 现在在场上 态度倒有点趋一致 赶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